全國最大的雞蛋生產商Calmaine Foods 週二宣布 因檢測到禽流感病毒 暫時停止了德克薩斯州Palmer院一間工廠的生產 此次事件導致約160萬隻產蛋母雞 和33萬7千隻付出後不到一年的小母雞被銷毀 該公司表示大多數雞蛋燒往美國西南部、東南部、中西部和中大西洋地區 該公司指出目前市面上的雞蛋沒有已知的禽流感風險 沒有召匯任何雞蛋 根據美國農業部的說法 經過正確處理和主軸的雞蛋可以安全食用 就在該公司宣布消息的前一天 德州衛生官員稱 該州有人在接觸了感染禽流感的奶牛後 被診斷出患有禽流感 這是首例人類從暴雨動物身上感染禽流感的病例 天下衛士記者編輯報導